三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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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当时时是有邓爱 中会 诸葛旭三人 分别带领一路大军 对蜀汉进行讨伐 而将为在建格处守 依靠地势上的优势 在将士数量远少于卫军的情况下 与中会大军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而这样长时间的相持 也使得中会军中粮草消耗巨大 这样的情况下是想要撤军的 而邓爱所提出的偷袭策略 得到了司马昭的许可 这样的情况下 成功的偷渡后 更是斩杀了诸葛詹父子 这样一来使得他的威名得以提升 之后在救援军队没有抵达的情况下 刘禅率众投降 这样一来 蜀汉也就灭亡了 展开全文 这一切 可以说 都是建立了巨大的功绩的 但是没有过多久 邓爱的家小 以及他本人则被收押了 之后更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 更是牵连了三族 在他被杀后 钟慧也是没有活多久 也是被杀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二人的被杀呢 下面小编就来跟大家 具体的聊一聊 邓爱被杀对于邓爱的被杀 是少不了姜维在其中的挑拨 在当时的时候 姜维有意的向钟慧投降 之后便开始从中进行挑拨 使得钟慧与邓爱两人之间相互争斗 而他则是想要从中找机会进行复国 而他的挑拨也是起到了作用的 在对于灭掉属汉的事情上 钟 邓两人对于第一功劳 都是想要来在自己的名下的 这样一来也就开始了相互攻击 而邓爱在夺取成都后 自认为功劳是最大的 也就开始了对钟慧出现了藐视 而他自己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 甚至是修建了景观台 当然也是擅自修建的 可以说 自从占领了成都之后 对于笼络人心这一点 邓爱也是做得挺好的 在他进城之后 并没有对城中的军民进行屠杀 而是对其进行了有效的安抚 使得在蜀汉灭亡之后 并没有发生暴乱 而他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 对于原本蜀汉的官员 擅自进行了任用 可以说 当时的大小官吏甚至是流产 都是得到了相应的任命 与以了不同程度的任用 而他也是多次对这些官员 进行洗脑 称没有他的话 这些官员都会丢掉姓名 而正是他的这样的宣扬 使得很多人对他充满了感恩 而正是他的这些作为 使得司马昭对他有所猜忌 而终会更是不愿意 见到邓爱这样一人独大 便开始与江维进行商议 想要找出一个对付邓爱的办法 对于这样的事情 江维自然是乐在其中的 便是建议其上书对邓爱进行弹劾 说他收满人心 想要毛反 而司马昭对于两人之间的嫌隙 也是知道的 但是出于对邓爱的猜忌 以及担心二人会公告盖主 便想借着这样的机会 将邓爱除掉 这样一来 便有了邓爱一家被收押 以及后来的毛反罪名 终会被杀 他如果说邓爱的死亡是有些冤的 那么终会却是一点都不冤 他是有着想要在蜀汉称话的想法的 在他到达成都的 时候 将邓爱收押 开始进行庆祝胜利 但是在后来的时候 突然听说 司马昭亲自带领着十五万大军抵达了长安 在那里等待着迎接胜利的终会 这也就使得他开始坐立不安 便有一次与将为商议对策 在他看来 如果真的是为了迎接自己的凯旋的话 根本就没必要带领这么多的将士 认为是司马昭想要对他不利 而在将为的一番分析之下 更是使得他确立了自己在蜀汉称霸的意图 这样的情况下 他便开始召集众人进行商议 并想要说服众人跟他一起反叛 但是却没有任何愿意跟他一起谋反 不仅是家人都在卫地 造反的话 势必会遭受牵连 这样的情况下 他是想要将众人进行了严加看管 准备全部杀掉 但是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 在当时的监军得知之后 便是连夜率军赶了过去 在历经了一番厮杀后 终会死在了乱军之中 而将为也是在这一战乱中无奈自杀 终 上所述 小编认为 他们两人之所以会被杀 邓爱主要是自持功劳 擅自做主对蜀汉的大臣进行任命 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引起了司马昭的猜忌的 再加上终会对他的弹劾 使得司马昭借着机会将其除掉 而终会则是死于谋反 也可以说是死于自己的心理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